这个主题我们要介绍原子量的标准 还有原子量的测定 因为原子的质量很小 所以无法直接测得 所以科学家从道吞开始 就以各原子的质量的互相比较所得到的数值 来表示原子的相对质量 这个就称为原子量 我们讲一下比较的标准 最早测定原子量的是道尔吞 在1803年的时候 道尔吞发表原子说之后 就开始测定原子的相对质量 就称为原子量 他是以轻的原子量等于1 作为测定其他原子量的标准 所以他当时大概测了37种原子量 但是道尔吞当时没有公布资料 他这些实验的根据是什么 所以引起了其他化学家的怀疑 所以后来陆续有科学家投入测量原子量的工作 在经过很多科学家的努力之后 在1860年的时候 比利时的科学家叫斯塔 英文这样子 他建议采用氧的原子量16 作为标准 后来在1929年的时候 科学家发现天然的氧原子当中 它存在着同位数 比如说氧16 17 17 18 所以如果用氧当作原子量的标准 这种测定方法就会出现问题 而且当时的科学家 在物理学家 是以氧的同位数16 因为含量最多 来做原子量的标准 把这个定为16 而化学家 是用天然的氧 作为原子量的标准 但我们知道天然氧原子里面 含有同位数 所以它的原子量也不会是16 所以后来在1957年的时候 科学家尼尔 他提出以碳的同位数12 碳12 等于12定为原子量的标准 后来得到其他科学家的支持 所以在1961年的时候 科学家开会讨论 就以碳12等于12 这个定为原子量的新标准 我们看这里 比较标准 在1961年的时候 IUPEC规定 以碳的同位数碳12 作为原子量的标准 把它定为12 好 这画起来 第二点 其他原子的原子量求法 这个国中有学过了 某原素的重 再除以同原子数碳12的重 会相当于某原素的原子量 再除以碳12的原子量 会得到一个比值 所以把这个比值 再乘上碳12的原子量 就是12 就可以得到代球的原子量 第三点 我们看单位 因为原子非常非常微小 所以质量非常小 所以科学家取一末的原子 来做质量的测定 所以我们如果测 一末就每末原子的质量 我们就以克为单位 那如果是一个原子的质量 因为非常非常微小 我们又创造另外一个单位 叫原子质量单位 如果是一个的时候 就用U来表示 或写AMU 全名是这样子 这是原子 Mass质量 Unit就是单位 原子质量单位 大卫老师会仔细介绍 以克为单位 跟以U为单位 之间如何转换 补充一下 还有另外一个单位 如果在生物化学领域 会有另外一个单位 叫做D 或者讲DA 这个就到好吞 记念它 因为生物化学通常会讨论到蛋白质 而蛋白质的原子量都非常大 所以另外一个单位 D DA表示 其实这个就是AMU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个笔记 非常重要 第一点 原子量是以碳的同位数12等于12 作为原子量的标准 我们可以这样写 12.4个0 代表非常精确 所以我们可以推论 在聚观跟围观有什么差别 在聚观来看的话 一个原子的质量太小了 所以我们就取银墨 所以银墨 我们知道银墨有6.02乘以10的23次方格 银墨的碳12就是12克 原子量是12 12没有单位 如果把后面加个克的话 代表银墨碳12原子的质量 银墨是碳12等于12克 那如果围观来看的话 我们就讨论一个 一个碳12 它的质量多大 质量非常非常小 所以我们就创造另外一个单位 叫原子质量单位 就把它定为12AMU 再来 银墨几个 6.02乘以10的23次方格 所以这么多个碳12就是12克 所以我们可以推出来 那一个碳12是几克